原来神造人的时候 人的生命是怎样的 人的生命是只有从神的话得到知识 然后从神不变的那个话 临到他的心来影响那个变动的环境 但是人一堕落之后 那个被神影响的那个生命 生命变为了受环境影响 所以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 自己也有罪 各位会发现不断的 一直在被整个环境塑造 环境怎样 他的心就怎样 有些人我的环境是怎样 我信上帝就怎样 我的环境好 我就信上帝 我的环境不好 我就不信上帝 环境在人犯罪之后 已经成为了人的一个主人 所以各位自己确认 我们自己看自己 看别人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有时候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 有一点忙的时候 你就发现事情多一点的脾气就来了 然后这个忙碌的生活 事情都一直不停留的 持续下去的时候 你的心就慢慢变成冷漠 然后说话 行事就冷酷起来 有没有发现 环境塑造你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孩子 他长大的时候 他好像非常恶劣的环境长大 常常被父母数弱 被人数弱 他长大的时候 很自卑 没有自信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孩子很肯定 常常被人肯定 那他长大的时候 他又有一个自信 也懂得尊重人 我们都会看得到 有这些环境上的东西 那有时候 有一些人长大的环境 我们看很艰辛 他活在很艰辛 自己赚钱 学费 零用钱 自己赚取 他就经过很煎熬 智力更生的那种环境 非要这样不可 对不对 所以他就这样长大 很奇妙的 我们看这样的孩子 长大之后 很独立 我们就说环境造成他 很独立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会看到 有这样的人 他也可能成为一个 很依靠自己 相信自己 你叫他相信神 为什么相信神 我从小长大 我都是自己来 自己赚钱 自己生活 自己喜意 自己做 对 有没有发现 所以环境 的的确确 很真实的在影响人 那人自己本身 也一直盼望 我盼望的那种 理想的环境 我要活在理想的环境 我要造出理想的环境 然后人很容易会发现 其实影响我们 最厉害的环境是什么 就是你所爱的人 你常相处的人 他们在你旁边 所以我们结过婚的人 你看 你结婚十年 二十年 你看你自己 跟十年 二十年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 因为他 我的配偶 我的孩子 有时候我们都这样看 有些人当然 有积极方面的 所以我结了婚 我的配偶 给我很多的帮助 各方面的 有些亮光满足 所以我做事情 很有效力 很有智慧 有些人是 能够积极地看 那有些人 一看 哎呀 我才会更糟糕 更退步的人 因为我的配偶 常常 就是吸收我的情绪 对不对 消耗我的情绪 我的孩子 常常很多事情 我的人生里面 好像 我结了婚之后 我的潜能 发挥不出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 他们在婚姻 不太喜乐的时候 他们就会 责怪他们的环境 各位 环境的确 正在影响我们 正在影响 那我们也相信 那个环境 那会影响我们 很奇怪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人 很自动地 我们为环境 做出两种选择 我们就两种 环境既然这么真实 这么会影响 会塑造我们的 所以人就说 所以我要改换环境 尤其是当 他的环境 不理想的时候 他不能得到 他所要的 他有看到自己 不能成为 他理想的 那个self-actualize 自我实现 对不对 他要改换环境 所以很普遍的 人最喜欢 做的一样东西 对不对 从我们从小到大 换工作 换朋友 来到教会 换教会 换公民权 新加坡太挤了 换移民 有没有 我们从小到大 都在 一直改换当中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不要改换 我们改换不改换 我们查验神的美意 但是你会发现 各位你会发现 我们不能一生改换 有些东西不能 你的父母不能改换 你的儿子 你自己生的 孩子不能改换 婚姻能改换吗 有些人说 换了婚姻 对不对 大家能这样 但是我跟你们说 你每一次改换的时候 你是真的 从你的根要拔出来 各位有些人 换 换是什么换 换是什么换 换不是像换衣服 这样简单 有些人没有发现 在他要换的时候 他的思想要换 比如说你去教会 我们去了教会之后 在这个教会 灵人派教会 我不喜欢 受伤 传统派教会 也不喜欢 太苦干 来到生命堂 听了五年之后 累 都是讲苦难 然后换 那换了 你一直换的时候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换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没有跟 没有跟 就是以我的喜悦 我的喜好 我换 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自己要什么 我只有知道 我不要什么 有些的孩子 一直换 对不对 从小换保姆 换什么 换朋友 换什么 换教会 什么都一只换的时候 思想很混乱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们不是不要换 但是你一定要 得到主的每一来换 那如果你把改换环境 成为一个方法 成为你能够得解脱的方法 你绝对错的 我跟你说 绝对错的 你要小心 你这个东西 小心这种习惯 这种倾向 另外呢 有些人 他不喜欢他的环境 他也不改他的环境 但是呢 现在有一种方法 我们不要改环境 我们改变自己 来改变环境 所以呢 现在很多正能量 积极思想的 那种教导 对不对 你改你的眼光 你改你的心态 做工的心态 看人的心态 改 你一改之后呢 用你改变的眼光来 然后现在你能够影响人 对不对 现在很流行这样的教导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很多的人呢 就说 我们自己改变 自己改变 自己里面改变 对不对 马云远每次讲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你自己改变 对 所以呢 很多的人就信这套了 也尤其是 当他们在 自己改变的时候呢 能够得到解脱 哦 我有一个方法 介绍给这个世界 你们看 我们改变自己 各位 我最近在这个YouTube里面 就看到那个 那个 阿诺说是那个 我们都知道的 你们懂阿诺说是那个吗 他是 澳洲人来的 他是以前只有20块 坐船到美国 然后成为美国的巨星 对不对 然后成为这个 这个加州的首都 的那个 Governor 所以呢 他是一个典型的 American dream 对不对 他跟人家说 人家讲你什么 你不要管 不要管 对不对 人家我是受过这么多批评 不要听 我相信我要的 我的梦想 很奇妙的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各位 这样的 这样的积极主义 带出来的时候 根本没有荣耀神 这样的积极主义 带出来之后 只有把自己人 人的骄傲提高起来 相信人的意志 能够成就一切事情 人 没有知道 上帝 拿掉空气 三分钟你就死掉 我告诉各位 这两种 你要改换你的环境 你要改换你自己 这样的人 他们在环境里面 不开心的时候 被环境塑造 他们一直挣扎 要解脱的 这两种方法 没有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 第一 其实在你的环境里面 神与你们同在 各位了解吗 他们没有看见 无论怎样的环境 再招的环境 上帝在那边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人犯罪之后 他已经对上帝 失去知觉了 他只有对 他看到的环境 有感觉 所以说环境 是人 是情况 造成 我今天这个样子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好像是 好像 但是他是对一半 没有看见 原来神在那个环境 所以人有罪的性情 有罪的性情 每次遇到不好的环境的时候 神在哪里 看到战争 疾病 自己爱的人死掉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如果上帝是活着 为什么他又死亡 许可死亡 许可战争 许可不公平的东西 许可人家伤我 为什么 所以很多的人 从他们跌倒之后 受到环境的摧残 结果是怎么样 他们用环境来断定上帝的存在 我跟各位说 这是太愚昧了 因为你知道 在交的环境也会过的 对不对 我们的人生走到今天 你问 再招的环境也会过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 每次一个一个的问题 你怎么度过 你怎么度过 对不对 你是被环境塑造 成为很残酷 很冷酷的人 对不对 就相信自己的 然后连你自己的命运 不能掌握 连你自己的生命 到最后要交给死亡 也不知道 所以到最后 你提升你自己的欲望 理想 那结果是怎样 你没有知道 上帝许可那个环境 是要告诉你 那个环境里面 有祂 有祂的应血 有祂的旨意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东西 那你说 但是上帝 你说那个环境 真的很残酷 很难 所以上帝再跟你讲 多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靠着祂加给你力量 凡事都能 在那个环境 的确有一些环境很残酷 战争 疾病 对不对 人的不公正的事情 不公道 很毒辣的事情 我们都看到 这个世界天天发生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遭遇 甚至一些意外的时候 我们很痛苦 很辛苦 对不对 我们所爱的人 生病的时候 他们很担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谨慎 你一定要依靠 那加给你们力量 来成就祂的旨意 然后在那个环境里 你要得胜有余 上帝要的是这个东西 上帝要的 因为这个地上 有变动的 一下子过的 一下子过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呢 你依靠这位主的 你会知道 你是向往着 将来会见到祂 永永远远里面 再没有痛苦流泪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 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 预备永恒 那上帝也不会 给我们地上有苦难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你们会了解吗 很多人说 为什么有罪 为什么有不公正的事情 你无论怎样问上帝 上帝说 我可以不要给你们永恒 但是 神爱世人 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只要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不致因为这个地上的苦难 而灭亡 乃是永远的神 永远的福乐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 一个很纯正的盼望来的 但是这个盼望呢 是很多时候 我们生活很舒服的时候 没有想的 对不对 你生活很舒服的时候 没有想 没有关系 生活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要想 阿们 环境很不好的时候 你要思想 主啊 我又再次被带到永恒观了 原来你把永恒 永远的福乐赐给我 所以现在短暂的 有一些的受伤也好 不如意也好 心里不开心的 主啊 那个事情 我要靠着 加给我力量的 度过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描述 优独播剧场——描述